近日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是国际社会最关注的一件大事了 俄乌两国爆发战争以后 尽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没有出兵帮助乌克兰 但是在美国的主导之下 西方国家对俄罗斯也实施了极为严厉的制裁 可以说目前俄罗斯已经走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 而中国近段时间与俄罗斯达成的合作 却让普京总统松了一口气 为什么这么说 咱们今天这个视频就来看一看 首先咱来看看到底有哪些合作项目 中国两国已经在经贸领域达成了四项合作协议 这些合作协议会将最大限度的降低俄罗斯 因西方国家制裁而蒙受的经济损失 第一项就是大家都知道 最近也很火热的新闻头条 我们中国允许俄罗斯全禁小麦进口 根据有关人士分析 这个举动将提升俄罗斯小麦对华的出口量 也就是说中俄两国在农产品方面的贸易额 那是必将进一步增加 第二项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石油公司将在中国用人民币结算 各航司加油业务 屏幕前的各位您知道吗 在这个之前 我们国家和俄罗斯航司在彼此境内结算加油业务的时候 一般要使用美元或者欧元等国际货币 然后再将其兑换成自己国家的货币 但是现在因为西方国家的制裁 俄罗斯部分银行已经被西方国家 从这个SWIFT国际结算系统中剔除出来了 所以俄罗斯天然气工业石油公司也无法正常使用美元了 那现在我们和俄罗斯启用本国货币结算各航司加油业务 不仅可以绕过美元 同时也可以提升这个办事的效率 第三项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石油公司通过中俄东线能源运输管道 进一步提升对华天然气输出量 这对我们中国来说那可是一件大好事 因为这个举动可以更好地确保我们国家的能源供给安全 毕竟从去年开始全球能源危机那是愈演愈烈 稳定的能源供给可以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大隐患 第四项 俄罗斯集装箱运输公司与中国签署的过境运输发展协议 目前由于俄乌战事吃紧 俄罗斯前往欧洲国家的路上 交通药材几乎被封闭了 而大多数欧洲国家又关闭了对俄罗斯客货机的领空 俄罗斯商品想要出口至欧洲国家 那就必须绕到其他国家 据悉未来俄罗斯集装箱运输公司将与中国铁路合作 扩大向欧洲国家出口商品的货运量 而中国的某些港口可以借此机会发展成为中俄商品中转物流中心 其实我们不难发现中俄之间的合作完全是基于我们国家的利益的 双方互利共赢 关于这些合作西方媒体和政客就暗指中方支持俄罗斯 其实我们中方的一场是一贯的 国际社会是有目共睹的 我们千万不要被西方牵着鼻子走 因为俄乌战局愈演愈烈 而围绕这一热点问题的全球舆论场 那是激烈程度不遑多让 这边有人怒斥俄罗斯帝国野心不死 扩张是常态收缩是意外 那边有网友嘲笑乌克兰是跪舔西方反俄咎由自取 当然也有一些人是指责双方的政府不把老百姓的命当命 只顾政府利益无视人民和平与安定 俄罗斯和乌克兰打的是不可开交 而舆论场上互相指责的口水战也是十分的激烈 就好像彼此观点不同 那也是历史的宿敌一般 当我们作为普通人 作为一般老百姓关注俄乌战争时 我们最需要关注的到底是什么 是力挺俄罗斯还是力挺乌克兰的选择吗 说到这里肯定有人会问我 你看我们国家跟俄罗斯签署了这么多的合作协议 我们是不是支持俄罗斯 那你的态度是什么 你是不是也支持俄罗斯 我要告诉你国家的态度就是我的态度 我唯一支持的就是世界和平 面对紧张的俄乌局势 其实我们中国的态度是一贯已知的 就是支持世界和平 我们不站队 所以请屏幕前的各位 跟国家一样 不站队 不表态 不要支持哪一方 不要说我支持俄罗斯 或者是我支持乌克兰 请跟我们的国家保持一致 其实我们中国的立场是一贯的 是明确的 在乌克兰的问题上也是同样适用的 我们中国一如既往维护的就是世界和平 所以请大家再评论一些 这个战争方面的新闻的时候 也一定要保持理性 理性为观 理性评论 不要站队 更不要拿战争开玩笑 其实关注当然没问题 因为这件事情也确实值得我们关注 因为俄乌矛盾啊 涉及复杂的历史原因 我们作为局外人 难以简单的去判断谁是谁非 对我们来说 这个关注俄乌冲突 不在于判断哪个国家的历史是非 也不在于支持哪个国家 而是在于维护国际社会一致认可 保护所有国家基本权益的国际准则 讨论国际局势 发表一下内心的感慨 那是人之常情 我每天也在时刻的关注着这场战争 我也看到了各大平台 网络上的讨论和感慨 先来说一下国外的人吧 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感谢我们的祖国 给了每一个海外游子安全感和幸福感 借用时下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 我是中国人 我很骄傲 出国在外的人可能更能明白 祖国的强大是多么的重要 有家有妈的孩子是多么的幸福 尽管有的孩子不听话 但是咱也不能不管他 那在很多国内的人啊 也会每天讨论和感慨 当然更多的是感谢我们的祖国 因为国家的和平对于我们来说 真的很重要 这样平淡安宁的生活 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珍惜 但是在这里我也想正式的提醒一下大家 讨论和感慨 请您适度 请不要拿战争开玩笑 在乌克兰的留学生就曾经呼吁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理性的平顿 理性的对待此次军事冲突 希望军事冲突能够早日结束 一切恢复正常 希望自己每晚都能睡个好觉 希望明早起来能够没有硝烟 希望世界和平 在我们中国上网的人有十几亿 整体来讲 坏人的肯定是不太多 但是不成熟的人不少 发生了俄乌冲突 这样严重的留学事件 对于普通的乌克兰人而言 那是极大的情感上的伤害 当然也包括肉体上的 对于普通俄罗斯人而言 也未必好过 我曾经看过一个很有才华的俄罗斯女艺术家 说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那也是泪流满面 人类的情感有一些东西是共性的 是相通的 当然对于绝大多数正常的人而言 就是不愿意见证悲伤或者是悲惨的事情 更不愿意身处其中 我们很多中国网友拿人家的痛处 随便的褒贬 用着中国人平常茶余饭后吃瓜的心理 去看待这么大的历史事件 其实有一点不明智 有一点不负责任 在各大平台上就有这样一些人 以战争为由进行恶俗评论 有网友称出于人道主义收留 因战乱流离失所的乌克兰少女 很多网友对这个账号进行了举报 目前这个账号已经注销了 还有一些网友调侃 那边工资高布 我想去捡炮壳 您瞧瞧这条评论 遭到了广大网友的一致的指责 还有极个别网友发布 俄乌战争持久化乌克兰美女来中国 这样具有恶俗调侃意味 宣扬对立意味的 不恰当不友善的言论 您知道吗 在现如今这个网络发达 信息爆炸的时代 真的有可能因为您的一句话 而发生严重的后果 我们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 能做的很少 我们能做的就是关注 我们能做的就是珍惜自己 平安的生活 我们唯一支持的就是世界和平 其实认真总结起来 咱中国老百姓最大的想法和愿望是什么 国家强大 祖国统一 日子过得好 国际关系能和睦 有人胆敢欺负自己 那咱也毫无犹豫的 给予当头棒喝 咱们再来关注一下 这场战争和体育的关系 国际足联和欧足联 暂停了俄罗斯参加一切其主办的国际比赛 俄罗斯对至少 现在就失去了参加2022年 卡塔尔世界杯的希望了 说到这里 让我想起了最近冬奥会 炙手可热的我国运动员 谷爱玲 谷爱玲作为一个具有中国血统 拥有中国国籍的中国公民 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 那是天经地义的事 但是根据外媒暴露 它在某国就遭受到了网报 该国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 都有人攻击谷爱玲 背叛他们的国家 其理由就是 谷爱玲在他们国家出生 吃他们国家的大米长大的 并且在他们国家接受过训练 就不应该代表中国参赛 在她夺冠后 美国电视评论员在节目中 评论谷爱玲在北京 冬奥会代表中国夺冠时 用了弯弯复义 背叛 可耻这些攻击性 甚至是侮辱性的词语 在接受外媒采访时 美国记者询问谷爱玲 国籍的问题 就问她 你还是美国人吗 你怎么处理国籍身份的 对于这个提问 谷爱玲是这样回应的 我觉得体育可以团结所有人 体育不需要和国籍挂钩 体育不是用来分化人们的 我们所有人在这里 是为了可以不断扩展人类极限 如果人们不相信我不喜欢我 那就是他们的损失 他们永远不会获得奥运会金牌 最近乌克兰和俄罗斯矛盾升级 很多人评论支持战争 落后就要挨打之类的 各种围观看戏 我想说的是 没有人能决定自己出生在哪个国家 没有人愿意出生在战乱的国家 战争是残酷的是无情的 每个老百姓都很无辜 都很可怜 请不要让你无心的一句话 变成一把刀 我也期待着每一个海外游子 都能够平安归来 希望这场战争里 无辜的百姓都能平安 希望世界和平 处在战火中的乌克兰人民 遭受到了无尽的痛苦 我们虽然暂时处于和平的环境中 但是我们也要有同情心 因为唇亡齿寒 俘获相依 战争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好处 战争给人类带来的伤痛 也是不可估量的 全世界都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要有危机意识 在其他国家遭受战争的威胁的同时 我们要好好的祈祷 尽一己之力 希望战争早日平息 巴金曾经说过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居过隙 忽然而已 人类的希望像一颗永恒的星 乌云掩不住它的光辉 特别是在今天 和平不是一个理想一个梦 它是万人的愿望 乌克兰人民在战争中遭受的痛苦 我们无法体会 千万不要随意或蓄意的去调侃战争 或者拿战争开玩笑 因为战争是一件非常沉重的事情 我也希望全世界都能听到 乌克兰民众的呼唤 战争能够早日平息 和平的曙光 普照大地 最后还是要建议大家不要调侃战争 不要拿战争开玩笑 不要觉得战争和自己无关 因为你的一句不当言论 很可能会给在国外的同胞 或者是其他国家的人民 带来严重的祸患 因为现如今这个时代 世界是一体的 互联网时代 你在网上的一句调侃 瞬间就有可能成为一场灾难的导火索 最后 没智慧判断孰是孰非 但可以保持沉默 没能力阻止杀戮 但可以用心祈祷和平 没有一场战争 不是百姓受苦 没有一场战争 不是生灵涂炭 没有最起码的悲天悯人 网自为人 不信谣不传谣 不随意调侃战争 不拿战争开玩笑 从现在开始 从你我做起 视频的最后 愿我们的祖国昌盛 愿世界和平 愿人间皆安 愿你我抬头皆美好 所见皆光明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